最近有好几个新闻的标题被疯狂的转发 尤其是在我朋友圈里面做卖房的中介 可谓是创意无限 无论出来任何的新闻标题 都能够被他们做成卖房的文章 最终他们想表达的都是 快买房吧,房价都要起飞了,等等 那我的建议一如既往 大家看到这些新闻和这些喧闹的声音的时候 一定要淡定 停一停,想一想 思路会清晰很多 我不是说房价不会涨 或者是不应该买房 只是我们应该明白 房价上涨背后的推动力 再配合适当的框架 来选择适合你的投资方向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几个新闻的标题 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对这些新闻 对房市实际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的 当中都是一些大新闻 包括负利率的可能性 工党宣布不会取消复扣税 以及布里斯班成功拿到奥运会的举办权 你好,我是法兰克 我是一个来了澳洲将近30年的香港人 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所以我希望透过分享我对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让所有房地产投资者 能够做出适合自己的理性抉择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是有帮助的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点赞留言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还要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这样每周更新的视频你就会马上收到通知了 目前各大媒体和身边的声音都非常多 特别针对澳洲的房市 那我一直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被主流的媒体去煽动我们的情绪 特别是在投资上面 我们要时刻保持思路的清晰和理智 我会和大家过一过目前几个比较多人关注的新闻 那当中确实有一些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要注意的警号 第一个就是澳洲银监管APRA要求银行准备他们的系统 可以操作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可能性 并且要求明年4月份银行要有确切的方案 可以满足负利率的操作性 这个新闻在两周前出来以后 我朋友圈里面的各个卖房中介几乎都刷屏了 全部清一色的说辞都是说 要赶紧买房啊 买房肯定会涨 但你问他是否觉得真的会出现负利率呢 为什么呢 几乎没有一个中介能说出一个所以然的 毕竟到今天为止 澳洲的储备银行RBA都坚持说 澳洲进入负利率的可能性是极低 而且在没多久之前 澳洲的各大小银行才刚宣布要提高贷款的不定利率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说 如果你是被这些标题主导你的思维的话 你会相当的迷失 那到底利率是要涨还是要跌呢 那一直有看我频道的朋友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去年9月份的这个视频 当时这个视频讲到疫情后的房价反弹其实是可预见的 也会解释为什么我依然相信澳洲是会进入负利率的 只不过银行确实还没有准备好 而在上个月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也做出了我个人对银行加息的一些分析和推断 但是除了看表面这个标题以外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本质上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恶性通货膨胀 Hyperinflation的来临 这个才是最根本我们为什么要买房 来利用这个时机为自己做到财富的保障以及增值 这种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良好的债务 帮助我们自己在未来这两三年快速的积累资产 同时在资产的选择上就更要理智了 那第二个新闻的标题就是工档宣布 他们不会再推行取消复扣税 复扣税是针对投资买家的税务优惠 可是这一次疫情后的房价增值 针对的主要都是自助买家 到最近几个月投资客才刚开始活跃一点点 不取消复扣税无疑是对投资客是一个 剔除不确定性的因素 可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会让房价剧烈增长的因素 我个人觉得不完全是 澳洲即将面临的通胀才是让房价要剧烈上升的主要因素 第三个新闻标题大家最关注的 我相信就是布里斯班成功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 那最开心的莫过于是卖布里斯班房产的中介了 从最近的历史来看 悉尼在举办完2000年奥运会之后 成为了全球的焦点之一 顺带就造就了他的旅游业 基础建设的蓬勃 以及更多的人会考虑来悉尼就业和居住 奥运会相信对布里斯班会带来异曲同工之妙 那相信长远来说 会为布里斯班这个城市带来房价上健康的增长 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 布里斯班的房价被看好 不完全是因为奥运的缘故 它只是一个其中的因素 更重要的因素目前有两点 第一个是境内人口的迁移非常的强劲 过去几年 悉尼和墨尔本一直都有流失的人口 而这些人口都是向布里斯班迁移的 悉尼和墨尔本的封城就更加加剧了这个趋势 所以你会看到在宣布奥运会举办权之前 布里斯班的房价其实已经有很强劲的上升趋势了 第二点是作为第三大的城市 布里斯班的房价对比悉尼和墨尔本 确实是比较可负担的 但我相信不用多久 这个可负担性的优势也会渐渐的消失 先别说今年全国的房价做出疫情后的反弹 全部都在上涨 可是在正常的房市周期来说 一般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在做出调整的时候 布里斯班普遍都会往上走的 而如果你在过往只是投资在悉尼和墨尔本 或者只关注自己居住的城市的话 那现在确实是一个去布里斯班 寻找一些适合的投资房的时机 上述的这几个消息 都是会让澳洲未来几年的房价上升的因素 可是不难看出来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大家一直担心的通胀是一定会在未来十年里面加剧的 这个也是目前全球房价急升的背后最大的推动力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现在购入优质的资产来保护自己的财富是非常的关键 而且是刻不容缓 在未来五年里面如果你还是想着利用存款或者养老金来过日子 那么最后你注定是会成为最大的输家 在今天这个时代只是省钱存钱是不对的 我知道这样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奇怪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被灌输这个概念 好好工作升职加薪 好好地存钱 避免欠下太多的债务 我们就可以过得很好 那这种方法对老一辈来说是挺有效的 可是时代已经改变了 单纯存钱长远来说是不能让我们致富的 这个时代利息如此之低 我们就算每年加薪固定有存款 也很难为我们长远积累财富的 所以我们需要认知到我们需要投资资产 而不是投资在银行里面 因为把钱留在银行可能会阻碍我们的发展 并且让我们的财富直接缩水 恶性通货膨胀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 但是有危就有机 那下一期的视频我会和大家探讨一下 在这种环境底下如何可以利用良好的债务 能够让我们可以在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还有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